這本是我的小學周記寶,裡面記錄了我和我姨媽在甘如街的回憶,甘如街對我來說可以說是我整個童年,因為跟其他香港學生沒有什麼分別,我的生活節奏由小到大都被家人安排了去學很多東西,唯一令我放鬆的地方就是甘如街,甘如街其實是上個世紀70年代,因為越來越多人買甘如,所以天光虛的小販慢慢進入通賽街不斷的店舖, 形成了現在大家熟悉的甘如街,甘如街是主要出手甘如,熱帶魚,兩棲動物和排行動物的特色街道,而其中我覺得朵仔魚的文化是很特別的,因為店主會把甘如放進去裝滿水和空氣的膠袋裡面,再將它掛在接近街道的位置吸引客人,而在幾年,我發現甘如街的街道好像慢慢不同了樣子,變得有點陌生, 多了不同的大型年初店進入甘如街,令我開始對甘如街的印象變得有點模糊 走過一間又一間的店,可能有些變成了寵物店又或者是食肆,我擔心之後的甘如街或者會隨著時間被人淘汰,所以我進甘如街想親自記錄低這個地方 我找了一間甘如店老闆去進行採訪,但因為她不想出樣子,所以沒有拍下她的樣子 那你覺得疫情對於甘如街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呢? 相當大的,因為那些人不想出街,人多的地方又不想聚集,又怕什麼犯罪令 很多時候買完就走,那個環境不許可,消費力是差了的 那最後一條問題,你覺得甘如街的水族文化將來會不會慢慢消失呢? 因為現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店鋪進入甘如街 這個也是我們擔心的問題,會有…它一定會存在,但會不會色微 也有這個下坡的走勢,因為現在網上購物很方便,直接影響了我們的生計 甘如街一直都是香港的獨特地標之一,以前電影取景或者遊客都一定會去甘如街,就是因為那裡代表著香港的特色文化 但現在,你好少聽到人說去甘如街,甚至在甘如街賣甘如的店舖已經賣少見少 這條在滿著香港人生活足跡的街道,慢慢地消失,但似乎沒有什麼人留意到它 今時今日的香港身處於都市化,令到這些特色街道文化慢慢被歲月去淹沒 而將來的香港特色會不會只剩下連鎖店和商場呢? 水族文化又應該怎樣保持下去呢? 沒有人知道,但我知道的是,這一刻的我們應該趁還有機會的時候 好好地珍惜我們還擁有的金月街 拜拜